我想先請毛部長 請毛部長 還有觀光局系統部長 請謝局長 委員好 部長你好 部長這個100年度來台觀光客大概608萬 中港澳的比例很高 大概四成左右 大概是260萬 這三年來從98、99到100年度 它幾乎是兩位數的成長 我們看到數據98年的時候是169萬 那100年的時候到260萬 成長率接近50% 所以你說你的觀光政策 是所謂的多元開放跟布局全球 從數據來看是一元開放布局中國 我想跟委員報告 第一個我們中跟港澳是分開的 這是兩個不同的市場 計算上不一樣 然後第二個我們東南亞市場 還有很多其他的市場 事實上都是兩位數字成長 甚至於在有些年度像馬來西亞來 甚至於是百分之百成長 所以我覺得我覺得 那個部長 當然就是說像這種官方市場 一定是短程的是優先嘛 長程的 現在我們大概美國 美國縣是第四位了 將來就是說免簽證以後 我認為美國縣 他們將來成長的幅度也會大 或者國家啦齁你說是中港澳也算是一區啦 你算是這個東協國家也是一區 你說馬來西亞成長都很高 啊美國也算是一區啦齁 這也談論上多元啦 跟委員報告這樣就已經已經好幾個州不一樣的州啦 對不對 你多元應該是要全球布局才要多元嘛 跟委員報告我們也要講究 我們也要講究這個成本效益嘛 對不對 我們將這些容易的 我們先先先來拉 中港澳的觀光客有一定的政治效果啦 所謂政治效果說兩岸關係是很特殊的這個政治關係嘛 不我想港澳我們絕對不會把它跟大陸市長放在一起算的啦 因為這完全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市場 港澳齁還是受到中國 因為它主權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齁 所以它的這個觀光政策多少 也會受到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觀光政策的影響 我們沒有感覺到 你不要這個做感覺良好 我覺得啊以這種比例來看啊 大概有四成是來自於中港澳的這個這個遊客啦 如果假設這個兩岸在政治在軍事 在外交就一定的敵對性嘛 當然經貿跟這個觀光 不過我想容我講一句 港澳為什麼把它當成不一樣 因為港澳都不是團客 它都是各自遊行 自由行可以在政策上來 他們所以政府的影響力很小的嘛 所以這個是不一樣的市場 它還是可以用政治力干預 他們的這個旅遊行為嘛 所以港澳它主權是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是一個事實嘛 那那些這個觀光 這觀光業者在飯店這個車輛 人員的投資 血本無歸 這個有一定的風險性啊 所以你說這個多元開放這個布局全球啊 我覺得啊 如果你不承認說是一元開放布局中國啊 那也是局部開放而已啊 舉兩個數字啊 你歐洲啊 紐澳呢 歐洲從98年到現在是年年的這個下滑 紐澳也是年年下滑 這兩年歐洲尤其困難啊 它整個經濟搞成那個樣子 對不對 它出國到這麼遠程的已經受影響嘛 所以你今天要來拉它很難啊 我們要跟其他國家做比較啊 他們來中國 來香港 來新加坡 來泰國 並沒有受到很大程度的影響哦 反而是來台灣的影響程度比較大哦 所以不能怪住於說這個這個 這個歐洲經濟不好 歐洲經濟不好 他們還是一樣會去國外旅行 對啦 像他們這些 即便我們拉它拉過來的量 也只是相對一個零投而已嘛 你要做一個最有效的利用嘛 齁 你沒有行銷 你沒有投入人力 你沒有投入預算 當然人家不可能知道你台灣有什麼好玩的地方啊 我們也在投入啦 像倫敦 倫敦街上都可以看到 那我們我們台灣的這些 辦事處 在歐洲哪一個辦事處 這個局長來說明 來那個區域長 辦事處是在法蘭克福 整個歐洲只有法蘭克福 對 因為觀光局 就法蘭克福嘛對不對 是的 這個法蘭克福你要去怎麼樣推廣 這個這個歐洲人 能夠來台灣觀光呢 那 觀光局派出去的人力有多少 沒有 一個人對不對 一個人是 只有一個人嘛 其他全部當地的雇員嘛 其他部分我們是委託當地的公共公公司 來幫我們做推廣 那你要怎麼樣去執行觀光局的政策 是有問題的 能力嚴重不足嘛 你用雇員 雇員都是當地的 這個這個 啊 非本國級的人士嘛 非本國級的人士 他怎麼知道海灣的這個 這個整體的這個 啊 觀光資源跟觀光的政策呢 我們我們雇員 然後再委託當地的公共公公司 把我們做強烈的行銷是 中港澳 特別是中國 來自中國旅客 大幅的成長 你還在北京上海設要辦事處 你設要辦事處幹什麼呢 你還需要去推廣嗎 你推廣什麼東西啊 跟委員報告 因為因為就是說 我們有感於就是說 現在大陸來台都是環島的這個行程 太太過以專感 你不用去推廣 他就一直來了嘛 所以我們行銷這個頂端 那你應該去推廣紐澳跟歐洲 你還是 我直覺很多次 你還是維持一個人的能力 歐洲多少國家啊 四五億的人口 只有一個能力 跟委員報告 事實上歐洲 我們的這個成長 雖然說是受歐債的影響 人數有增加啦 但是比例在整理上面 是逐年下降的嘛 歐洲對台灣有特殊的情感 大陸是新興市場 西班牙跟荷蘭 跟台灣都有在歷史上的連結嘛 所以你只要適度的包裝 從歷史層面 我覺得對他們是有一定的吸引力嘛 但是你派一個人 結合當地的僱員 能夠產生什麼樣的戰力 我很懷疑 紐澳有沒有辦事處 呃 紐澳沒有辦事處 紐澳沒有辦事處嘛 新加坡離紐澳也有一段距離 要怎麼帶管呢 所以觀光局根本沒有用心嘛 你把資源放在不應該放的地方啊 你放在北京放在上海幹什麼呢 事實上紐澳這個最近幾年也都還是在 我回答你 你回答我啦 你放在上海 北京幹什麼 呃我們希望他來推推廣 一個是自由行 一個是自由行 多少人 上海那個 那個準備是三個人 局長你覺得還需要推廣嗎 呃我覺得這個深度 深度 那個旅遊的部分是需要推廣的 免得這個越來越走越走環島 你把這個整體的觀光戰業搞錯方向 太依賴中國了 這個數據上 我們立法院的這個預算評估也寫得很清楚嘛 齁 跟中國關係有特定的政治風險嘛 一年大概廣告機費大概都有三四千萬 三四千萬 你把這個詳細的這個支出 是不是提供一份給本席 可以 齁 那紐澳 你沒有任何人力在那邊 由新加坡來代管 新加坡離紐澳也多遠你知道嗎 我們那邊有一個聯絡人 就是以前那個辦事處的顧員在那邊 他完全沒有任何效果嘛 他當地人他很熟 他也做了很多的事情 那我們每年都組團到澳洲 那你在紐澳的行銷 紐澳的行銷你花多少錢 紐澳的行銷我們有關公司大概一年大概有一兩千萬 好你也把戲目 OK 來給我看一下 是在報紙行銷還是媒體行銷還是電子媒體 請你提供紐澳跟歐洲這個區塊 所以啊這個整體的這個 這觀光戰略齁 是要仔細去思考 是要去仔細去佈局的 不是口號去佈局 要私商去佈局 我對謝局長你是有期待的 我也質詢過好幾次 觀光資源應該重視其他區域 沒有成長的區域 過去停滯的區域 包括歐洲包括紐澳嘛 所以亞洲我也同意馬來西亞新加坡有成長 我們日本也成長 去年版本 日本當然一定會成長嘛 因為它這個跟日中的關係 這個影響這個日本的觀光業 這也是你們知道的嘛 所以我們也會說這個政治因素的干擾嘛 所以你不要把所有的資源放在這個中國市場嘛 那你知道什麼叫利基旅遊 那什麼叫SIT 你觀光局的這個主管的這個局長 你SIT不知道 我也是special interest的 Tourism嘛 所以你去Tourism 大概就等於它的地 大概等於SIT嘛 特殊興趣旅遊嘛 台灣有沒有特殊興趣旅遊的這個條件 像譬如說歐美 我們是打這個賞鳥賞蝶登山文化 去哪裡賞鳥 在高山上 甚至說這個茂林的這個賞蝶等等 有多少國外觀光客會去茂林賞鳥賞蝶 你要搞清楚台灣的利基旅遊 它有哪些賀聖嘛 我們是這個宗教聯合國嘛 對不對 我們有這個在高雄 我們有佛光山對不對 也有征服山 有很多各個教派 也有很多道教文化 所以宗教旅遊你可以去推廣嘛 台灣四面環海 這個海上運動水上運動 這也是可以去行銷 把台灣的海洋運動 海洋旅遊特色把它凸顯出來 台灣也有很著名的戰地旅遊 這其他國家也沒有的啊 金門馬祖戰地旅遊 你可以去給他這個家裡行銷 台灣有很著名的原住民的旅遊 對不對 這個部分就是利基旅遊啊 你舉過了 事實上這一部分我們都有在做 你有在做 那政策在哪裡 你的報告 不管是你的報告 或者預算書我都沒看到 怎麼樣去推廣台灣的地區旅遊 目前我們 這個外國客人對台灣這個十大 最愛的旅遊元素 我們把它畫成這個六顆星 像比如說浪漫的文化的美食 那個還不是利基旅遊 美食旅遊我可以承認 台灣的夜市的美食 這也是一個行銷 但是你要嚴格地去 還不是利基旅遊 比方說這個在這個波蘭 有個奧西瑞斯 這個這個納粹集中營 它每年的這個 觀光客大概就是有兩百六七十萬 它是所謂利基旅遊 SIT裡面的這個黑色旅遊 或者黑暗旅遊 悲傷旅遊 台灣同樣有這種旅遊的元素在裡面 台灣受過這個極權統治 威權統治 所以在綠島 在景美這個人權園區 包括我們曾經發生過九二一的大地震 包括有發生過這個 這個小林風災的這個巴巴水災的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不幸的事件 這已經從 可以從這個這個方向去思考 怎麼去把這些這個旅遊元素 納進來 讓台灣的旅遊的元素更多元化 有跟委員報 事實上這部分我們都有在做 像譬如說水晶酒 這個金瓜石 有個戰斧園區 我們在那邊整理以後 每年都有很多這個 公民遊客過來這邊參觀 從這個賴局長到你現在 我覺得你們的報告 都千篇一律了 然後這個也沒有創新 也沒有行銷 也沒有這個積極性 所以在預算方面 在未來市政計畫方面 你們要結合創意 結合創新 發動你們主動性跟積極性 主動去行銷 而且避免議員佈局 避免議員佈局佈局中國 應該要切實的執行 沒有這個情形 我想我們一定是多元佈局 跟歐洲就是這麼一回事 所以全盤的把這個觀光戰力 做重新的調整跟佈局 可以嗎局長 我們會繼續來努力 我希望下一個會期 看到你的報告 是一個全新 完全不同感受的報告 可以嗎 這個同意 謝謝 謝謝 謝謝